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布鲁克林篮网队在焦点比赛当中再度失利 在欧文无法登场的情况下 这再度加大了哈登现在在场上的压力 而近段时间 外界也不断出现了哈登可能离队的消息 对于这个赛季的篮网队来说 他们的目标只有完成冠军梦想 这样才不至于面临解体的危险 作为备受外界关注的一支球队 三巨头的一举一动也受到了外界的注意 一夜三消息 哈登正式表态篮网 欧文你在遭炮轰 杜兰特宣布新决定 篮网对哈登回应篮网 失利让人苦恼 哈登在面临失利之后 他在接受采访时也向外界坦言 我确实挺沮丧的 因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伤病还是什么的 我们的表现不够稳定 篮网的每个人都挺沮丧的 因为我们要比实际战绩出色的多 哈登面对胡人这样的球队 纵使他一个人打出来超级数据 这依旧很难帮助篮网队拿到不错的成绩 哈登欧文由于联盟规定 他也无法出战逐场比赛 这也让哈登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而联盟消息人士透露 现在的哈登对于纳神的指教 以及欧文的态度非常失望 他更想去全力冲击总冠军 不过 现在的篮网队显然距离总冠军 还有一定的距离 欧文的不稳定性 这也导致篮网阵容轮转的不确定性 篮网队欧文在遭质疑 明秀出面炮轰 欧文在此前再度表明了自己态度的坚定性 他依旧在拒绝篮网队的要求 这就导致欧文在本赛季基本上会无援逐场比赛 而进入季后赛之后 欧文仍然将大概率无援逐场比赛 这也让篮网队管理层十分苦恼 他们并不愿意一直处于跌宕起伏的状态 欧文NBA名秀巴克利在接受采访时 他也直接炮轰欧文 巴克利坦言 篮网队并不会一直拥有争冠机会 他们需要来把握这几个赛季 而欧文这种不稳定状态 如果我是篮网队管理层 一定会毫不犹豫送走他 哈登想要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总冠军 显然 欧文并没有那么大的拼劲儿 欧文杜兰特新决定 连续缺席全明星 杜兰特在经历伤病之后 目前 仍然在积极恢复过程当中 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全明星赛来说 杜兰特这边也直接向外界宣布 他并不会出席这场全明星比赛 杜兰特希望把精力放在伤病恢复和季后赛当中 他不会在全明星比赛当中消耗自己的状态 本赛季 杜兰特场均依旧可以拿下29.4分 不过他的伤病问题依旧在困扰着篮网队 杜兰特 杜兰特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了争冠上 他希望为篮网队带来第一座总冠军 杜兰特也希望能够帮助哈登早日实现冠军梦想 目前杜兰特已经连续三个赛季缺席全明星比赛 不过他的个人能力无庸置疑 杜兰特正在用这个赛季的表现 向着联盟第一人的方向前进 最后还是希望杜兰特能够早日回归